波在传播过程中会被较大的障碍物挡住 这样就会在障碍物后方形成一个没有波的阴影区 但是障碍物较小时 波就会绕过它继续传播 这种波绕过障碍物继续传播的现象被称作波的演射 再比如在波的传播方向上放上两块挡板 挡板中间留有适当的缝隙 如果波仅仅沿直线传播 应该只有这个区域才有波的传播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在挡板的后面 这个本来不应该有波的区域 却能看到波的传播 这也是波的演射现象 这个视频我就带你来探究一下波的演射 首先在不改变波源的情况下 将挡板的缝隙调整到这么大 就会发现波基本上是直线传播的 在挡板后方 波的传播被挡板挡住了 演射现象不明显 接下来将挡板的缝隙减小到这儿 这是缝隙的大小与波长近似 在挡板后方就出现了明显的演射现象 最后将挡板缝隙减小到比波长还要小 挡板后门的波传播范围不但没有减小 反而扩大了 也就是说波的演射现象变得更加明显了 这就说明发生明显演射现象的条件是 空或障碍物的尺寸跟波长相差不多 或者比波长小 咱再来换一种方式验证一下这个结论 这次保持缝隙的宽度不变 分别将波长调整到凤宽的十分之三 十分之五 也就是二分之一 还有十分之七十 同样可以发现 凤宽越节俊波长 演射现象越明显 这与之前的结论相同 这种波的演射现象 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可见 比如水波绕过芦苇 声波越过高墙 无线电波翻越崇山峻岭 其中为了能让无线电波翻山越岭 都会选用波长是几十米 甚至几百米的无线电波 这就是波的演射的应用 好了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波的演射 你只要知道 发生明显演射现象的条件 是恐或障碍物的尺寸 跟波长相差不多 或者比波长小就可以了 至于生活中的一些演射现象的应用 就有待于你的细心观察和思考了 好了 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